开始注射前,务必准备好下列所有物品 一瓶盛放多剂量Leprolide Acetate 2.8毫升的药瓶 一支带刻度的注射器、酒精棉片、无群纱布、安全容器 检查Leprolide Acetate是否成精无色 如果溶液浑浊、变色、含有颗粒,请不要使用 用肥皂洗手,然后彻底晾干双手 选择干净平坦的支撑面进行操作 如果药瓶是首次使用 请用拇指揭开Leprolide Acetate药瓶上的塑料保护盖 每次使用Leprolide Acetate时都要用酒精棉片擦拭 将Leprolide Acetate的单位刻度处 抽吸空气到注射器中 将Leprolide Acetate药瓶放在坚硬平坦的支撑面上 小心地用针头刺穿橡胶塞中间露出的圆圈 插入Leprolide Acetate药瓶中 轻轻推动注射器注塞 这样可以向瓶子注入空气 令瓶内液体更容易抽出 不要取出针头 倒转药瓶 然后慢慢回拉注塞 保证抽吸药物达到所指示的剂量 只注射一部分药物而不是整瓶 针头不离开药瓶 将药瓶倒放 检查注射器中有没有气泡 若发现气泡慢慢推动注塞 将气泡推进药瓶中 保证针尖浸在药液中 然后回拉注塞至处方剂量刻度处 将针头及注射器从药瓶中抽出 按照医护人员指示选择注射部位 常见的皮下注射部位 包括腹部、大腿上部或手臂后部 本次示范选择腹部作为注射部位 使用酒精棉片清洁注射部位 带其自然吹干 每天选择不同注射部位交替注射 用惯用手以握笔姿势握住注射器 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起选中注射部位的一小块皮肤 将针头乘45度至90度角度全部插入捏起的皮肤中 插入针头后松开捏起的皮肤 慢慢稳定地推动注塞 直到注射完所有的药物 轻轻拔出针头 用无菌纱布按住注射部位 注射完毕后 请将用过的针头和注射器扔到安全容器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不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